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选者 我是Riko帕帕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加油站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新发售的游戏资讯 这一集的游戏新闻依然是跟暴雪有关 暴雪进行为了自家的游戏新赛季的推出 各种行销广告是毫不手软做好做满 但也因为自己各种奇幻的操作 负面新闻更是源源不绝 刚好最近游戏圈出了一个模范宝宝 做出了博德之门3的拉瑞安工作室 简直就成为了暴雪这间公司的造妖境 这次我们会用拉瑞安还有暴雪两间公司的种种行为来做比较 看看两边的差别究竟有多大 怎么一边会做出了史上评价最高的游戏之一 而另外一边则是做出了史上评价最差的游戏 不会啦 又停电 喔喔 电来了 诶 不会吧 又烧坏 无预警的停电跳电断电又让你的电脑爆炸了吗 我现在排位下降电脑烧掉好难过 来 持续供电防突破就用一顿UPS 持续供电防突破一顿UPS 一顿UPS保护Ops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本周的游戏新闻部分吧 最近游戏节有两款游戏纷纷都打破了历史创造了记录 只是这两款游戏所达成的成就一个好一个坏 先来看看好的一面 老人公说室的博德真门3 继上周87.5万人同时上线 成为了Steam史上最多人游玩的第9名之后 游戏更爬上了OpenCredit历史排行榜 一度超越了马利欧奥德赛 成为了这个评分网站 有史以来最高分的游戏 在Steam上面的玩家评价也是超级踊跃 扣除掉先行版比较早期的留言 光是近期留言的评价就有多达12万则 当中给予好评玩家的比例 更是压倒性的好评的96% 那同样在Steam上面也涌入大量留言评价的 还有暴雪的Overwatch 2都是任特攻2 只不过就是坏的一面啦 暴雪当初卖给玩家一个不存在的梦 硬是在Overwatch后面加了一个2 只是玩家等来的只有变化不太大的游戏体验 被阉割的PVE还有贵到让人怀念开箱机制的商城外观 憋了好多年一肚子的怨气 一直以来都只能狗废火车 没想到暴雪在斗争2最新赛季上架的这个时间点 居然主动把游戏推上了Steam 而这个时候玩家也总算是有个管道 可以正式发声表达不满 当然是没有再客气的 复评灌好灌满 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灌入了高达14万则的留言 这些留言里面正面评价只有超可怜的个位数 有91%的玩家都对这个游戏给出了差评 让斗争2在Steam上的玩家评价 不仅是最低评比的压倒性差评之外 也成为了Steam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玩家评价最最最烂的游戏 恭喜暴雪又再次创下几落了 不过要在Steam上留言 还需要先把游戏下载下来 玩上至少5分钟才能达到写评价的条件 在这个前提之下 还能让这么多人留下负评 能够证明玩家对暴雪有多么不满 评价里面不发一些很有才的留言 像是讽刺暴雪说做那个什么P什么哈什么的制作者 做的都比暴雪还要用心更新的更快 还要说读这些Steam评论比玩这款游戏还要更有趣 这边我们选了一则看起来很有感触的内容 跟各位来分享 这位是DFKCOO的留言 为了语句的通顺 小部分文字我会稍微调整一下 那时候是2016年我看到双龙的预告那一句 把我拉近斗阵特工的师姐 也跟好几位朋友介绍了这款游戏 靠着优良的动画轻松的拉了朋友入坑 当中花了1900元买下的点残码让我有点小小的虚拥感 进入游戏之后玩了半仗 其实过去比起射箭我似乎更会被剑射刀 玩下来剑没射到几只爬墙的能力倒是增加了不少 原事就更不用说了 对象讲的台词就只有 I need a healing 跟 友人的记忆 后来只好放弃这两个带我入坑的角色开始练习其他的英雄 死神 蓝鹿猪 托比扬 到我最爱的炸弹鼠 这些角色贯穿了我的斗争生涯 到后面为了打印双费链的棋楼 为了让自己有大范围空缩而学的小美 斗争探工带给我的就像毒品般的快乐 每一次的活动和模式我跟朋友都会激烈的讨论 从一开始的路西欧足球 玩到后面变成前五百 时常会跟朋友一起幻想 后面赛季运动会的所有可能性 畅谈路西欧足球的美好 如果路西欧足球出现在字体该有多好 我对朋友这样说 后续的活动 出坎斯坦 冬季乐园 新春 哈梅密令 斗争对决 还有周年活动 每一个活动刚推出的时候 都是我们飞禽忘死的开始 一年过去了 我们还是在期待最新的英雄 什么时候出期待着最新的动画 让他最高品质的呈现 但是英雄从一开始的三个月之 到变成有出就算不错了 活动也是一样 跟朋友讨论了 无限可能的下界运动会 篮球得不求跑酷 最后都只存在我们的期望中 下界运动会是一个改了路西欧技能的路西欧足球 其他活动也不例外 都可以照这样的方式做出来 本来以为到了下一年会有新的内容 但是每一次的更新带来的 往往只有排山倒海的新造型 MTF 接着英雄的4303的书线 强制222 PVE 英雄模式的取消 一代游戏的不转移 到最后朋友都已经各奔东西 没有人肯再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了 而现在路西欧足球也真的出现在了自定义 但好像一切都为是一万 我也只是在这里惦记我的过去 讲我的青春 最快乐的那个我 一同与这个游戏埋葫尺 愿你的灵魂去到更好的地方 变得更好 暴雪的Overwatch 2 斗争特攻2 真的像Steam上面评价显示的那样 是Steam史上最烂的一个游戏吗 其实也没有 游戏无论是在美术 人设 还是在打击感上面 即便放到现在 都算得上是游戏界的佼佼者 会有这样的评价 不是因为它很烂很难玩 而是因为它是一款有史以来 让最多玩家感到不满的游戏 不满的原因有很多 像是暴雪跟网易的不和平分手 让一大堆玩家失去了花钱 花时间经营来的进度资料 又或是觉得这个游戏的IP 迷迷有大好的潜力 被暴雪捏在手上捏了这么多年完全没作为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另外还有近期问题一大堆的暗黑破坏神4 也都让玩家对暴雪的恨意 转嫁到了Doges定评价这个发泄口上面 这个时候正面案例的博德之门3 就很好拿来当暴雪的对照组 一对比之下马上就能把暴雪的问题凸显出来 首先我们先来看打造出博德之门3的Larian工作室 前面将近20年的挣扎阶段 让他们生出了神域原罪这款优秀的作品 团队里面有提到 在原罪一代的开发当中 他们着重在建构出全新的一套CRPG游戏系统 故事剧情 对话文本这些都是后续才加入进去的 所以到了原罪二代的开发 在已经有了一代成熟的架构之下 就能更专注的把故事给讲好 把世界观 人物设定 还有游戏体验更加的完善 因为这样才能够打造出流民侵蚀的一款游戏 这些累积下来的经验也全都应用到了博德之门3的开发上面 原先前面的作品做得好玩家喜欢的地方 在各方面都加强了不少 任务剧情内容更加丰富 玩家的选择更多 结局更多 团队还用上了动态捕捉 加入了大量的剧情过场演出 搭配上全配音的对白 所以一切调整改进 都是为了让玩家游玩的代入感体验会更好 更能融入到这个龙与地下城的世界观之中 反观暴雪的游戏 Overwatch从推出以来 除了前面一两年之外 几乎就是在原地踏步了 到了二代更是有种走回头路的感觉 暗黑4又更惨 虽然说本质上面还是一款刷宝游戏 刷起来的感觉也跟之前的暗黑破坏神类似 但是后期该有的深度 爽度 流畅度 又或是跟朋友一起刷的乐趣 这些在前两代都有出现的优点 到了最新的四代却完全没有继承到 刷宝像是个诗荒老人 东检西检为了自愿回收赚辛苦钱 光是一一检视装备素质就不知道花掉多少时间 其他还加入了一大堆脱胎钱的机制 硬是要做成连线机制也没有为游戏加分多少 几乎没什么设定是针对组队连线游玩来做设计的 组队玩跟自己一人玩的体验没有多大差别 即便组队也很像是各玩各的 不会说因为组了队友 游戏体验就会变得更欢乐或更有趣 外加这个连线机制 不知道是因为程式代码没有写好还是怎么样 不但带来了卡顿等等的问题 还额外对游戏增加了限制 像是什么因为玩家之间会互相读取物品 所以没有办法加入太多的仓库页面 最近更是传出说 有玩家靠着电脑里面的存档资料 成功的把非赛季的东西还有金币 带到了赛季去的漏洞 这些奇形怪状的问题都会让人怀疑 有没有可能暗黑破坏神4 本来是要做成跟前作一样的单机连线游戏 而服务型游戏的这些机制 是中途或者是后面才硬塞进去的 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么多的问题 暗黑破坏神4自推出之后 迎来了很多次的更新 真正该修的地方没有修到多少 但是玩家过多的问题 倒是很顺利的修正掉啦 虽然是暴雪有史以来最多人游玩的游戏 但同时也是退收最快的一款暴雪游戏 无论从斗争2还是暗黑破坏神4的案例来看 都能发现暴雪在意的点 已经不是为了要在新作当中 带给玩家更好的体验 一边是不断的进步 把好玩的地方做到更好玩 把爽的过程做到爽半天 另外一边则是不断的退步 原本好玩的地方现在变得普通 可接受 原本爽的地方会让玩家嗨的地方 现在像是便秘 一比之下高下立判 然后人亚还有暴雪可以比的地方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次《斗争2》第六季推出 暴雪就搞得声势浩大 大手大脚花了一大堆钱在宣传上面 在推出之前弄了一个叫做Hero's Can的行销案 在世界各国到处花钱投放大量的实体广告 还花重金找来了这个人 可以在铁龙赛里面 依私面对所有的Overwatch英雄 用铁梯把蓝音按在地上摩擦 在摩擦的同时 你还有完全看不见他的那个男人 不过效果好像不太好啊 两个礼拜了 官网上的影片观看人数居然不到30万 宣传莫名的老派都是撒广告找大明星 而且从Twitch上面观看的人数数据来看 成效似乎也没有多好 钱是一定花了不少的 不过看来都跟丢到水坑里面差不多 这个时候在反观拉瑞安的《博多之门3》 他们花在宣传上面的费用 就明显可以感觉到 比暴雪相比之下少了很多 而且有些广告还很聪明很有创意 不是找什么大明星代言 而是找了一些在YouTube上面 专门做动画 或者是做音乐的创作者来合作 比如说这位YouTuber Joe Hever 就接了拉瑞安的案子 帮他们做了一支宣传影片 叫做《Life but it's Vodrigate 3》 演出了用骰子决定生死的人生 脸黑一直有多么悲惨 但最有意思的 还是这位创作者在社群的留言的时候有提到 他在几个月之前曾经发过一部影片 在讲说希望异配厂商 可以让创作者更自由发挥创意 拉瑞安在不到一周之后就主动联络他 说他们有看到这部影片 并且提议说希望可以让他发挥所长 无拘无束的创作出一部 关于《佛德之门3》的动画 结果拉瑞安还真的完全没有提任何要求 没有任何规定 也没有任何剧本 然后这部超瞎超有趣的动画片 就这样子诞生啦 一边是找来了 《佛德之门3》 花了不知道几百万美金 结果只有不到30万的观看 另外则是素人创作 把游戏的特色 还有玩家的心境 都很好的表现在影片的内容里面 吸引了200万人次的观看 也验证了不是钱花的多 明星找的够大牌 就一定会有效果 除了这位Joe Hever 还有另外一部跟Mashed这个频道合作的影片 还有一个是跟Jonathan Young合作的原创音乐 这些影片还有音乐的连结 我们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有看到其他《佛德之门3》有趣的合作案 也欢迎来分享 另外还有一个能拿来做对比 就是最近闹很大 暗黑破坏神4 游戏设计师不会玩游戏 在一部官方最新上架的影片当中 找来了两位员工 边玩第四边聊天 一位是资深地层设计师 另外一个则是助手设计师 两个人在玩的时候 看起来都很像新手 不只不会按招在最简单难度的设定下 还能玩到死掉 在游戏名称跌到谷底的情况下 还看到这种影片 当然就引起了许多玩家的不满 纷纷在影片下面留言 嘲讽暴雪还有设计师 说原来暗黑破坏神4的游戏设计师们 不会玩游戏是真的呀 影片的赞还有倒战比也达到了 史无前例的新高了 只有不到1300人对影片按了赞 按倒战的则是有58000人 而且因为负面的留言实在太多了 暴雪没有多久 干脆就直接关闭了这个影片的留言功能 眼不见无尽 其实同类型的影片 之前暴雪还有拍过两集 也都是找地层设计师 或者是美术设计 来边玩游戏边聊 其中也有明显不太会玩游戏的设计师 只是可能前面两部影片找来的那些人 是真的有在边玩边介绍 他们做游戏时候的一些历程 也会依照游戏中遇到的画面 相对应的解释这些设计的来由 简单来说就是聊天的内容比较有建设性 那这次烧起来的这部影片 两个人真的就很像是尬聊一样 不只笑点很尴尬 还没有什么内容 游戏又玩得那么烂 然后就炸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去看看 Larian是怎么做的 通常只要有相关的宣传片或者是直播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Larian至少都会营造出一种很自然的氛围 团队很认真很专业 也很喜欢自己做的游戏 工作环境很欢乐也很开心 就连CEO本人也常常自己跳出来扛 不但可以在介绍自家游戏的时候 如鼠家震 从直播游玩还有许多访问 也可以察觉到 他是一个亲力亲为 真的有在玩游戏也有参与游戏开发的一名管理者 反观暴雪的影片做出来的 莫名不是很假很刻意就是关枪关掉 而且做这类宣传片的用意 不就是应该要让观众看完之后更想玩游戏 或者是看到的人得到更多的知识吗 结果弄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影片出来 不但没有帮游戏加分 还提高了玩家的怒气质 完全跟宣传的本意反其道而行 被骂到翻掉 真的只是刚好而已 至于CE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是商人 一个是玩家 最重的差异也反映在了游戏之上 不过在询问过游戏产业的朋友之后 做游戏的人不玩自己做的游戏 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毕竟现在做游戏分工都分得很细嘛 开发阶段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到成品 而且不是每个在游戏产业的人本身都喜欢游戏 或是喜欢他正在做的游戏类型 甚至说不定连做游戏相关的知识都很缺乏 听过最扯的 是有一间游戏公司大厂里面的游戏企划 居然以为Switch是一款儿童取向的主机 所以才一直没有人做出RDR2画面等级的游戏 然后就跟公司提出了申请 说想要做出死亡哥巧画质的Switch游戏 没想到这间公司居然还给了这位人凶预算 前前后后摸了三个月才被咬斩 有了这样的案例 感觉那两个游戏设计师玩成这样子 好像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只是行销还有宣传团队用这种方式 做出他们这种觉得可能很酷的影片 就真的是完全不及格的行为了 如果说萨尔达传说 困野知悉 还有王国之类 是重新定义了整个游戏界的开放世界玩法 那近期上市的博德之门3 也等于是帮整个游戏界定出了一个新的标准 继博德之门3之后 其他游戏大厂们推出的新游戏 游戏内容 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些部分 都有可能会被拿来跟博德之门3 还有拉瑞安这些公司做对比 这个状况当然就会让很多游戏开发者们开始紧张焦虑 本来可能做到60分就算及格 做到80就是优秀了 现在有了博德之门3 这个级别标准一瞬间被拉到超高 变成150分才及格 200分才算优秀 所以就有部分游戏开发人员跳出来发生说 拉瑞安之所以能做到这么高品质的游戏 是因为有着很多利于他们的先决条件 这个东西是特立不能当成游戏界未来的标准来看待 那如果想要更详细的知道 博德之门3是怎么被同业当成红水猛兽的话呢 推荐可以去看我们好朋友游戏生产所做的这一片 那最该担心这个新标准的还是暴雪这间公司啦 玩家不但在拉瑞安身上看到了暴雪过往的坚持 还从他们家的游戏当中发现了原来现在暴雪的游戏对玩家有多不友善 从以前暴雪出品避暑精品到现在款款游戏人人喊打 靠的不再是稳扎稳打 把游戏做完整做到满意好玩才肯推出 而是变得像吃竞药一样 靠着开箱还有通行证等等这些邪魔歪道的系统机制 只为了充高公司的营收收入 结果就像是染了坏习惯 吃了竞药一丝爽一直吃药一直爽 继续加码再加码越吃越大最后吃到傻啦 连游戏最重要的本质都给忘掉啦 影片看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拉开下面留言 看看其他的观众留了什么如果有喜欢的 或者讲到这些心态里的 请顺手帮大家按个赞 感谢各位的帮忙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好笑的要继续看下去才不会错过 那接下来按照惯例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相信常在玩游戏的大家 在游戏中不时会遇到一些毛茸茸可爱的小伙伴 有的可以摸有的可远观而不可卸完言 今天要推荐的这个推特帐号就很有趣 它叫做 Can you pet the dog? 专门搜集游戏里面那些毛茸茸小伙伴的资讯 来告诉玩家说哪款游戏里面的狗可以摸 哪一款不行 不过除了狗以外其他类型的小动物 能不能摸也会一起整理 很奇妙又很疗愈的一个页面 非常推荐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感谢XBOX 台湾 每周提供两张三个月的XGPU卡 来给偷闲交战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参加抽送很简单 针对本周任何一篇游戏新闻趣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及开奖时间 我们都会放在字顶留言 接着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新上市的游戏可以玩 Overwatch 2 Invasion 斗争的号工2第六季 暴雪声势浩大的展开了斗争2的第六季 结果呢 就差不多那样子吧 对于本身就已经藏在玩的玩家 反正期望值都已经放得很低了 有新内容总比没有的好 但是新生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吸引玩家回坑的程度 要付费的阉割版PVE 玩起来大概就跟过往的剧情人物没有两样 基本上就是突突突打打智能低弱的AI 差别只是在于多了一些剧情的推进 另外除了新增一名假装是捕师的攻击角之外 还出了一个叫做闪击战的新模式 外加两张这个新玩法的新地图 这个模式简单形容就是大地图上面会随机出现需要战的点 先占满三个点的那一方获胜 也因为地点是随机的 再加上地图设计很开放 很多路可以走 玩起来就比过往的固定地图固定路线还要混乱很多 算是有找回一点斗阵原来应该要有的乐趣 如果能把重生的位置再油滑 让一些没有什么位移技的角色 不要花太多时间跑途 应该会成为一个蛮好玩的新模式 加分 以猫为主角 就超适合平台跳跃的玩法 各种猫的肢体动作也是完美的还原了 可以看得出开发团队的细心 玩家可以静下心来去观察整座城市的生态跟风景 也可以好好的当一只猫 抓抓沙发睡个午觉 但在逃离荒废城市的路上 还是会遇到一些无人机的追捕 还有未知生物的攻击 为这场流浪之旅增添了一丝紧张感 很值得一玩 非常推荐 Atlas Fallen 《雅特拉斯的陨落》 这款是由做过《堕落之王》 跟《机甲狂潮》的Deck13所开发 不过游戏不同于以往作品的滚类玩法 反而是比较偏向有着 华丽与流畅战斗体验的爽感 游戏有着四张开阔的地图 供玩家自由探索 虽然某些景色做的是真的蛮漂亮的 但也因为世界观设定的问题 有很多的沙子 有时候还是会玩到有点视觉疲乏 武器的种类主要有三种 可以让玩家随意搭配 每一种武器都有专属的技能 随着进度的推进 能使用的招数也会越来越多 战斗打起来连段也会越来越过瘾 学到的新招式 可以回过头去探索之前那些到不了的地方 而技能 升级 制作等等 都是跟探索机制互相关联在一起 所以玩起来其实还算有趣 游戏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剧情 人设以及对白配音等等的地方 让玩家很难融入到游戏的世界之中 目前游戏评价还有玩家的评分 大概就只有60分左右 是真的不会到不好玩 一些像是战斗还有探索的机制也都做得不算差 只是剧情还有故事大伤 加上沙子这个题材本来就不太吸引人 然后名字又有一个雨落 感觉这个销售应该会不太妙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是打着再入手吧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趣闻时间了 老少嫌疑的游戏Minecraft 没想到除了大人小孩之外 连黑猩猩都能玩 一位叫做Chris.Cow 的YouTuber 既之前用Minecraft打造出了整个宇宙之后 又再次做出了一个创举 教会一只黑猩猩玩游戏 这次本名Konzie 42 岁的黑猩猩 本身其实就已经超级聪明了 甚至还懂一点英文 在团队透过渐进的方式 教会他触控萤幕做出基本的操作之后 甚至还可以跟另外一位 不知情的游戏实况组一起玩 在公布答案的一瞬间 那个实况主直接吓到狂叫 也成为世界上首位跟黑猩猩一起玩Minecraft的玩家 完整影片的连结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好了本集的偷闲交友战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小铃铛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是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请订阅我们频道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ko宝宝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有个主管很喜欢干涉我跟客户沟通的方式 他会说Riko 等等开会你就这样这样跟他讲 可是依我对这个客户的理解 要这样这样说客户比较会接受 他说反正要这样这样 照我跟你说的这样子讲不用怕 我说还是我等等起个头你直接跟客户说 他说你是主要窗口还是你来说啦 我说很怪 那之后可想而知 客户不爽主管装傻 我来背锅 本来以为这种事情在自己经营游戏频道有绝对的话语前之后会改变 但是好少好天真 客户依然是客户 有些观点就是很难相同 在接商案的时候 最常见到的要求 就是要在最后喊出类似的 还在等什么 现在立即免费下载 我偏偏就是鬼鬼 只要听到这种我就瞬间软掉 这就不是我们会说出口的台词 所以委婉的说能不能换个方式不要讲这句话 大部分的厂商都可以理解并且尊重 但也有真的因为不讲这句话而导致商案破局 那这也没什么厂商要求我们做不到 那就不要合作 只是我也很好奇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是我有问题 想要问大家 对 还在等什么 现在立即免费下载 这句话的反应是什么 真的会触动到想要去下载吗 还是跟我一样 听到就堵烂